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然後現今這個禮拜又看見你們 好 這時我們一起來擺抱 愛我們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同住 謝謝你今天早晨 因為你的愛和恩典吸引我們 如同我們今天早上對你說的 主 你竭盡我們 吸引我們 讓我們快跑跟隨你 謝謝你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 主 你讓傳講的聆聽的 統籠你的恩典 謝謝你 您這樣搞不好是 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Amen 我們應該大家都喜歡 或受人的幫助 幫助 幫助 什麼是幫助 幫助就是指什麼 幫助就是指什麼 幫助有可能就是指說 我替某人做什麼事情 給他需要的東西 這是人的幫助 那幫助呢 幫忙協助的意思 那我們可以說幫忙是怎麼樣 幫忙是一種排除怎麼樣 排除萬難的幫 排除疑難的排解 這是一種幫助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說 有時候受人幫助是好的嗎 有沒有可能 大部分都覺得說受人幫助很好 但是呢 在人裡面的幫助 有沒有都竟然是好的 不一定喔 有時候有沒有 在你們生命的過過程當中 或者是你的力量當中 有沒有發現說 有時候幫助自反了 會帶來怎麼樣 帶來負相了 因為如果說 若不是在基督裡的幫助 有可能這樣的幫助 他當時候是跟你有對價關係 或者是需要你回饋的 就像我們這一週禮拜都可以知道說 發生了很大的那個監獄裡面的事情 我們看到一個很忠心僱主的員工 他可能剛開始受到老闆的幫助 可是呢 當他反向對老闆的幫助的時候 若不是在基督裡有正確的信念 老闆對他的幫助 他對老闆的幫助 有可能都會成為一個困難 或者是變成一個重擔的幫助 所以在基督裡的幫助 這樣子的核心價值 是那個施恩的人 是一個慷慨性的 是一個犧牲性的 就如同耶穌基督對我們這個幫助 那在我們可以 在這一段經文的當中 我們要去了解這段經文的 context mind 脾絡是什麼 在這段經文裡面 他們當時候遇到的是怎麼樣子 遇到的是 那一些寫正公書信裡 那一些的收到這些書律書信的人 收到書信的人 聽講的 他們當時遇到很多的逼迫 他們還就是受到逼迫 甚至呢保羅已經 保羅跟彼得已經都敘焦了 所以他們是在一個很荒謬的環境之下 所以我們剛才可以在那個經文的 第四章的之前 作者我們看經文可以提到說 希望他們不要再像之前在晃眼的人 因為他們害怕驚慌 做出錯誤的決定 被逆審 所以他們在晃眼繞很久 所以剛才讀 這是他們的整個脈絡的一個 基本的那個架構在 所以在我們今天讀的經節 一剛開始 他就用什麼 他就說 聖地的話是活潑有功效的 如同一刀兩刃兩魚 所以都不易於那個 都可以那個活開 那從剛才我們看到這個經節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說 上帝跟人的關係是怎麼樣 如果用這一段經節 我們今天所得的這個經節 我們可以發現 這一段經節有兩個字 可以表明上帝跟我們的屬性 那在這個經節的時候 他用什麼 他用刺漏這個字 他很有意義是什麼 因為我們人可以怎麼樣子 穿個衣衣服 漂漂亮亮的去參加各式各樣的聚會 或是真的齊齊的來到教會當中 或是日常生活當中 但是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他用這一個字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神的面前關係 是沒有辦法去遮眼的 是赤露的 同時他又用了第二個字眼是什麼 在主面前 其實在主面前他是硬硬是說 強迫要望著他 甚至還有另外一個含義是怎麼樣子 就是在主面前是怎麼樣子 我們每一個人都跟神有一個時間 會遇的時間 屬於每一個人遇見神的DNA 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按照這個關係 這兩個方式來唯一說 上帝和我們關係 那同時 因為上帝與我們關係 使我們在上帝面前 可以得享安息 什麼是得享安安息 就是安息跟休息不太一樣 兩個看起來是一樣的 也同樣都是做休息的情況 但是休息有怎麼樣 休息有可能 我們會用各式各樣的活動 來填滿我們的時間 但是有時候休息 有真的休息嗎 不一定喔 可能休息會更累 有的人用電動來填滿他的時間 有人逛街來填滿他的時間 所以在基督裡面得享安息 那樣子的休息 是跟我們講的休息是不一樣的 因為安息是可以讓我們靈魂 可以安靜的在左面前 有時候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有時候休息的時間反而是更累的 因為我們沒有用正確處處 基督來的安息來看待 會管理我們自己自己 他講的這個 在這邊 希伯蘭福在 希臘文在這裡是 知若人才有的 這個特徵 這個字只有 在希臘文才有 而且是真為人的 所以這表示什麼 知若我們可以跟上帝 我們每個人都有魂 但是靈的話是我們 都我們跟上帝 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你看那個 上帝創造萬物 生物或動物 祂可能有魂 但是 為何我們可以跟神 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我們跟上帝 可以溝通 我們跟上帝 可以溝通 可以溝通 在他裡面 也一面這樣子 這段經文 告訴我們 這種上帝的話 使我們的靈魂活過來 活過來之後 去增加我們的信心跟依靠 可是對他當時 聽到這段 給這段經文聽眾 或者是 舞者免疫的話 同樣也是給我們免疫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 在神聖裡面有很多人物 他們的陰則性 他們做出不一樣的決定 因為陰則性 做出改變 然後在整個經權後面 十一章 十二章 那邊有提到 他有提到說 羅雅 亞古拉 他們的臉書 上帝的話 話語 做出不一樣的決定 派他們的家鄉 到上帝要他們去的地方 超王摩西跟他的父母也是一樣 聽著信 因著上帝隨時的幫助 做出不一樣的改變 摩 我們都知道摩西 他可以在王宮裡面 很自在地過或者生活 然而他卻做出不一樣的改變 然後他卻這樣比較大聲 然後卻因為不一樣的改變 他帶領那些民族 以色列民族 往前邁進 因著信 因著他們 對上帝的相信 他們去知取 從基督來的 從上帝來的 隨時的幫助 也因為上帝的話語 上帝的幫助 幫助他們 活出不一樣的信心生活 在這當中 那我們可以看幾個例子 用上帝的話語 做隨時的幫助 這個是一個 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 戴德森 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英國人 然後呢 拆開了 在中國整個內地會裡面 拆開了800公民的傳教士 然後建立了125間的學校 那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怎麼樣子 他們從一個很 在當時很先進的國家 跑到中國這裡來 而且他會覺得說 要融入當地的文化 所以他是穿 中國的樣式的衣服 所以引起 當時候也跟他一起來的 那一些外國人 很不服違為然 但是 因著我們剛才講的 信心的生活 他做出了 有一個不一樣的 在他生命裡面 有不一樣的事 那他影響了什麼 他向上帝知 他是向耶穌基督知取的力量 他影響了 有一個奧運金牌的傳教士 我們當中可能有人知道 李艾瑞 也因為他成為一個傳教士 那步道家葛培里也是一樣 因為他成為那個 很有名的一個傳福音的步道家 那他最有名的 最著名的話就是說 我若有千磅的陰莖 中國可全數之取 我若有千條的信命 絕對不留下一條 不給中國 那有人後來有說 他是有一個廣大意向 但是他卻是逐步的 按部就班的人 因著對上帝的信心 因著對上帝隨時 知取上帝的力量 知取上帝的幫助 而活出不一樣的生活 那剛才我們介紹在中國的 宣教士的影響 那這個是對我們台灣的影響 同樣也是用基督的畫作幫助的 這是巴克里木師 那他們同樣都是從英國過來 那這是我們長老 被系統的英國的宣教士 那他對我們台灣有很大的貢獻 整個教育還有傳道 甚至他也設立了台灣的第一所 在當時的大大學 設立升學院 那甚至呢 我們可能 每周來教會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公報社 他公報社的前身是聚真行 這是他從英國募款來的 然後他並且他學習 他學習那個印刷的技術 然後回來自己在台南那裡 創辦了報社 我們台灣 剛剛有報文報社看 是從這個宣教士來的 那就是我們在一樓入門口 都有那個公公教會公報社的報審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對台灣很有影響的 在當時的宣教士 那這是他創辦學校的一個 當時的照片 那我們會說他這麼有影響力 但是他怎麼樣子 他也曾經像那個 我們剛才介紹希伯來書的 這一個作物 這一個當時候的讀者聽眾 所面對的環境一樣 所面對的逼迫 所面對的困難 他在屏東二輪事件的時候 因為你剛進來宣教的時候 有可能 因為文化的不不一樣 或者是有時候利益的 他的關係 他曾經被不了解的民眾脫分 所以這是有名的二輪事件 但是他在這個困難的當中 他還是怎麼樣子 讓耶穌成為他隨時的幫助 向上帝去支取他的力量 那我們可以從這一段經文後面 其實去感受到說 其實上帝時時刻刻都是幫助我們 這個圖片是一個 其實他是一個生物蜘蛛的樣式 但是上帝很奇妙 把他創造是一個笑臉的樣子 其實看到這個的話 不也向我們說明 耶穌基督他隨時以笑臉幫助我們 如同在詩篇四十二篇 我們遇到任何困難 當我們在看見自己的困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思想上帝的話 讓上帝的話成為我們的幫助 就如同我們剛開始 就是今天所談論到剛才 遇人職之事所朗誦的經文 來告訴我們 神的話是活潑有功效的 而且上帝也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好 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親愛父神 我們要向你說 主 有時候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問題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前進 但是主透過今天的經文 透過今天的應許 你的話語再一次的顯靈 你的話語再一次的告訴我們 主 你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主 謝謝你 謝謝你 因為你救贖的恩典 使我們能夠來到你的面前 主 在我們困難的時候 在我們追心 甚至在我們不明白 你所給予我們的環境的時候 主 我們所遇到的困難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很大 但是主 你在這些宣教士 在這些人當中 所幫助他們 所給予他們的力量 也要成為我們在困難當中 在我們生活工作當中的幫助 主 謝謝你 主 在我們開展自己的時候 主 你聖結活潑的靈 成為我們實時的靈道 我們這樣祷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名 阿們 我們用這一首歌 來回應 求神的靈來充滿我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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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上 我身上 您好 我身上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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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的母亲的同仓 祝你解禁我 该终放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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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解禁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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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解禁我 万年 祝我们向你说 祝谢谢祢 祢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祝你在历代仰望祢的信徒当中 所做的事情 祝今日能为我们拯救 主 請祢幫助我們 在我們每一個人 主 當我們顧求祢的時候 當我們依靠祢話語的時候 主 祢自己的話語常常使我們的保住 祢自己的話語常常強留我們的力量 讓我們的英格祢邁向祢所在創世以前 為我們的豐盛和平安的恩典 謝謝主 謝謝主 祢不只幫助我們 我們更知道主 在祢的話語裡面 我依靠祢 祢是永永遠以校園來幫助我們的目點 我們向祢獻上感恩 我們將禱告使共主列出的聖名 阿們 今天在報告介紹完後有金句實踐 接著我們來回應神的愛 請奉獻 洗別人 從 Meg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我们请立我们一起来为放昔天上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敬拜赞美你 你的宝座就在我们的中间 你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和信靠的 你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 你也用许多的见证人和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叫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努力的往前奔跑 我们感谢你带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和敬拜 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更加的增长 我们更加的来投靠在你的里面 也为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祷告 求主悦纳用在主的圣钩上 十二月份圣诞节庆即将来临 愿主让我们在这个月份有面一起来 祭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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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